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经中美双方商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时间的16号 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会晤在上午的8点46分左右已经正式开始 习近平表示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 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而拜登就表示这次会晤将会讨论人权和印太等议题 而美中开放坦诚的沟通非常重要 中美领导人有责任确保两国不发生冲突 也希望下次能够和习近平面对面的会晤 那么中美元首的视频会晤目前正在进行 相关消息我们也再次连线到 本台著华盛顿记者王斌如来了解一下 斌如你好 程四好 中美的元首视频峰会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那么刚刚习近平和拜登也都各自发表了讲话 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好的 程子 那么开场部分其实现在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 这次出席峰会的美方一共是七名官员 包括拜登 而中方是六名官员 那么这一次我们知道 刚刚在对话中 其实我们也看到气氛是非常的友好 即使这次是一个视频通话 但是拜登和习近平主席还有在开场的时候 相互招手示意 而且对方都把对方称为是一个非常熟悉的 一个老朋友这样的一个见面 其实我们知道拜登经常在公开场合 强调他与习近平主席的私人关系 而且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是他过去曾经在访问中国的时候 同习近平主席一共是进行了17000英里的访问 两人是长达25个小时的一个私人会谈 因此白宫方面认为 这样的一个私人关系是非常有利于 拜登在对话中能够更加坦诚的提出美方的关切 能够让这次的会晤进行的更加的有实质的意义 那么这次会谈结束之后 那么白宫虽然没有对这次会谈 具体要开几个小时做一个限定 但是我们普遍预计会要远远的长于 之前两人的电话交流 之前的一次是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电话通话 第二次是进行了90分钟 这次我们普遍认为会超过三个小时 那么在今天晚上白宫会举行 凌晨的时候白宫会在峰会结束之后 举行这样的一个吹峰会 那么在美国方面 我们知道这次出席的这些官员 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今天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 布林肯原本是计划今天是美东时间15号 他要启程前往非洲 但是为了不错过这一次的中美峰会 布林肯是专门延迟了他的这个行程 在今天峰会结束之后 也就是凌晨他才会启程前往非洲 而这个星期其实除了与习近平主席的峰会 拜登还会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领导人 举行三方的面对面的峰会 而这次布林肯肯定是缺席的 因此从今天布林肯这个行程 可以看出美方对于这次峰会的一个高度重视 陈子 这次布林肯肯定是缺席的